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24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魔方推出的蘑菇头系列 所以他们第三弹了 这个叫做蓝莓女孩 他是最近找到变形金刚克罗米亚这个人物 那从盒子的背后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载具形态 是一部造型 有点Q版 但是不失帅气的赛博坦摩托车 我第一次看到克罗米亚这个造型的话 是IDW系列的时候 它有一个DELUX等级的版本 那一款载具的话 我真的觉得会有鸟山明大师所设计的工业风格 那么这一次的这一款蓝莓女孩的话 做的相当的不赖 我认为胜过之前那两款 那之前那两款的话 我堆在我的橙衫一样的纸箱堆里头 我实在是没有力气把它们找出来了 它虽然附带了一座的地台 这个让我们人物战力的更好 必须要头很大 但并不代表说它本身的战力性很差 只要稍微的去把握一下 它的人物的重心 基本上战力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附带还有一张 这个是开口笑的一个脸孔 但是我比较喜欢它原本默认的这一张樱桃小嘴 那么可以看到它附带了一把斧头 它一面盾牌 那这些呢 在变形成载具的时候呢 都是可以完美收纳的 背后有一对的假轮子 可惜啊 这个地方如果你跟着再把它涂黑 是不是会更加完美一点呢 那它身上的有一些水口的部分呢 这个感觉还是看得到啊 而且似乎也不是我们常见魔方的那种尼龙的塑胶 所以在把玩上的时候有一些地方稍微的偏紧 不过把玩过几次之后的话呢 这个松紧度呢 也就逐渐的合适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它的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上下左右动是没有问题的 手臂的可动的话呢 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那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 拳头呢 这变形的需要也是可以转动的 腰身的话呢 是横格膜这个地方转动 脚前后左右侧踢 侧踢的局限比较大 这个裙甲其实是固定不能翻的啊 那脚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 本身玩具的造型是一个Q版风格 你喜不喜欢这个端看你个人了啊 好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好了 因为我接下来的变形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还有很有趣的一个变形展示的一个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把这个拳手臂这里反转 180度之后呢再把拳头反转180度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的呢用拳头的这个洞啊 这个洞去握住这个凸 我们直接的第一时间就把它给扣上吧 这里 好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反转这里之后再反转拳头 然后呢将整个手臂给反折 扣到后面去啊 有没有一点SM的感觉了 再来的话呢把头部呢翻转180度 再来呢翻转脚这个地方翻转180度 再翻转脚这个地方180度 这里一样翻转前后180度 脚再翻转180度 好了 那这个已经被我们折磨的不成人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处理它的一个脑袋瓜子了啊 这一片部件往前面推出去之后呢 这里两侧啊 不是在这一侧啊 是在这边从这里打开 两侧都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先给各位提一下好了 它这里头有一颗黑色的螺丝钉 这颗螺丝钉我出拿到的时候呢 锁的不够紧 导致于说它这个地方有个小开口裂缝比较大 那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车子的一个合缝 所以建议你可以把里面这个黑色螺丝钉锁紧一点 好 我们先把这个脑袋瓜打开之后呢 先给各位提一下这里 它有两个轮子在这儿 两个轮子呢都要做一个翻转的动作啊 两个都要做一个翻转的动作啊 只是提醒各位一下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部件整个的 我们可以先将身体转侧边 这里翻转一面之后呢 再转回来 好 你看很多的翻转翻转再翻转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些变形了啊 首先 我们把这个背后这个部件推下来 腾出空间之后 我们就把拳头给往 这边翻出去 这里一样 推到后面之后往外翻出去啊 你就姑且当作是拿来挡脸吧 但是其实它的目的呢 只能遮住脸的一半而已啊 待会呢 到时候是把这个部件整个盖上来 那我可以建议各位呢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稍微推一下 因为这个部件这里推出去的话呢 有点偏紧啊 整个要推出去 到这边 待会的话呢 跟前面再做一个结合 那前面结合的点在哪呢 在这里 这个部件啊 这个部件 你把这个 车头准备往这边 啊不对 先把脚 这个时候我们做什么呢 把脚 往下面推下去就可以 先往下推就好了 先到这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部件可以包过来了 这里 转上来之后 然后就包过来 包过来之后直接就做一个组合 好 这里 直接做个合并 合并 那 再来的话呢 这里有一块部件 白色的这个部件 把它给 推出去啊 推出来 这里 有个 突跟二的一个结合在这边 把它给 扣上 这里也是一样 把它给 扣上 好 这个地方 容易松开 无所谓 这个时候把前面这个部件 翻过来之后 看到吗 这里 那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双动关节 记得把它给推到最前面来 这个地方 整个要推到 最前方 好 这样子 整个延伸过来 到这边 把它给压下去 那压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 拳头 应该说整个小臂 它是直接的在这个缝里头 是塞着的 包括这个地方 这个凹槽 全部都会直接的去 mage到位 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稍微 压密合一点 这样一来的话呢 上方就基本上不会爆开了 那我们最后不是 你没有发现记得 它已经变完了 那它的脚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里 脚底板的话 这里是有个洞 它有好几个洞啊 你挑一个你最喜欢的洞 插好了 反正这么多洞 让你选 你 我们应该说 我们不要讲你啦 我讲我们好了 人生当中一下子有这么多洞可以选 也只有在妹子的机器人身上了 对不对 那我个人的习惯的话是扣在 这个有一个斜角的这个洞 那凸 蓝色的凸 对蓝色的 我没有去看阿凡达第二集啊 那个 就把它给扣好 那 最后的两块部件 一个是斧头 斧头我们可以扣在 这一侧 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 那它有一面是什么 盾牌 盾牌一样 它两侧都有这个凸 跟到了结合 把它扣上去 好的 那 这个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蓝莓女孩的一个 载具 变形完成了 它不需要 这个支撑的架子 因为它本身 就地盘 很大 很方 那 你看啊 这样子它都能够不倒 那其实就代表说 它的轮胎 其实 没有很完全的 去碰到地面 已经被这个干涉了 你这样推 其实它轮胎还是会动 但是你可以感觉 好像还是有点小卡到 那你往左右松开一点点 它又马上会被膝盖的位置 去给撑住 所以说 也算有支架 然后也算能推到 这是非常微妙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机械的头在这里 那其实它的手跟脚呢 基本上都没有拆开 只是转特殊角度去结合而已 它确实地将脑袋后面的这个部分 拆出来之后就包住车子的侧边而已 变形可以说是记忆点非常的强 手脚都是反转反转反转 然后头的话呢 解开之后做一次的反转之后就可以把它包袱起来 我初拿到看到说明书的时候呢 我就是冒出一身冷汗 我说为什么这么小型的玩具感觉变形很复杂呢 但其实呢 并不是那个样子的 那它的车子的正面的话呢 是一对 本来想说美少女 但后来想想不对 这是萝莉体型的腿啊 就摆在前面啊 有一双腿这样子朝着你这样过来 相信你不会想要闪躲吧 可动的话呢 还有这个地方可以转向了啊 那总体来说的话呢 做工相当的不够 一体性算是非常好 一旦面形到位之后的话呢 卡扣的部分呢 都相当的紧实 那今天的话呢 就算是利用一点点 时间 也给我做这么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